在历史上 关于海怪的神话和传说 那是比比皆是 在北欧神话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北海巨妖正在沉睡 它已经沉睡了数个世纪 并将继续安整在巨大的海虫身上 直到有一天 海虫的火焰将海底温暖 人和天使都将目睹它 带着怒吼从海底升起 海面上的一切将毁于一旦 挪威是北欧神话的起源地之一 而海怪的传说在挪威 那也是非常的流行 据说挪威渔夫经常冒着生命危险 在海怪的上方捕鱼 因为这样渔获量会很大 如果一个渔夫的捕获数量异常的多 他们往往会互相说 你一定是在海怪的上方捕鱼吧 在凡尔纳的科幻想说 海底两万里中也出现了这种挪威海怪 那海怪到底存在吗 我想听到我这么说 你们或许可能已经猜到了 是的 我还是想说那句最重要的话 非同寻常的主张 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 而揭开海怪之谜的第一份证据出现在1873年 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传说中的海怪不再仅仅是神话和传说了 故事是这样的 1873年在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省 有一艘小渔船正在海上作业 突然船员们看到一只巨大的触手 从水中升起 攀住了船弦 船员们这下可吓得不轻 都认为是遇到了传说中的水怪 命不久矣 但是一名胆大的船员抄起了斧子 朝着海怪的触手就是一斧头下去 结果触手应声而断 留在了船上 水怪也不见了踪影 这是第一次留下了水怪的实物证据 当地有一名牧师叫哈维 他也是一名业余的自然学家 对所有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生物 他都很有兴趣 于是船员就把这条5.7米长的触手 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哈维 根据哈维的估计 长着这条触手的水怪 身长可以达到20多米 而这只触手的母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1874年 另一群渔民竟然用渔网捕捞到了一只巨大的乌贼 长约8.1米 他们听说哈维曾经用10美元买了一条触手 于是他们也想去碰碰运气 不过最终的成交价格仍然是10美元 这只巨大的乌贼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大王乌贼的神秘深海生物 哈维把这只大王乌贼带回了家 并把它悬挂在浴缸上方的窗帘杆上 拍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大王乌贼的全貌 这张照片也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了开来 拍完照之后哈维就把大王乌贼放到了后院的一大桶盐水里 最后哈维把这只大王乌贼交给了耶鲁大学的一位动物学家做研究用途 这是有关大王乌贼存在的第一个证据 这个故事刊登在美国《科学家》杂志2016年的7月号上 比利时的动物学家海夫尔曼斯 收集并分析了从1639年到1966年300多年间 共587宗发现海怪的报告 排除可能看错的 故意骗人的和写的不清楚的 认为可信的有358宗 他把这些报道中所有的细节输入电脑分析 得出九种不同的海怪 虽然这些报道中仍然不免有夸张的成分 但其中至少有一种从前人们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海中巨怪 得到了证实 那就是大王乌贼 在生物学中乌贼是属于投足类动物 自从大王乌贼被正式发现后 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家极大的兴趣 然而这种生物至今依然让生物学家们感到迷雾重重 对他的了解 往往也只能通过被冲上海滩的尸体 从加拿大日本水域的高纬度地区 到澳大利亚的塔斯玛尼亚岛都发现过他们的尸体 往往都是高度腐烂的尸体 不过这也说明它们在海洋中的分布是极广的 然而这种巨型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到底怎样 它们的数量有多少 生活在多深的水域等等 这些问题生物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没想到这个突破口竟然来自于看似巴干着打不着的一种香料 这种香料就是龙咸香 它是香奈儿五号香水的主要成分 这种香料我国早在汉代就有记载 最早是被渔民发现的 它比射香还要香 传说这是海里的龙在睡觉的时候流出的口水 滴到海水中凝固起来 因此得名 龙咸香是非常名贵的 它有漂浮的黄金之称 直到1993年 一群精类学家在亚述尔群岛的商业捕金船上 他们研究了17头抹香精胃里的食物和肠道后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他们竟然看到了龙咸香是如何形成的 在抹香精的肠道中 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坚硬的角质物质 被肠道分泌物包裹着 而这种角质成分竟然就和龙咸香一样 只不过龙咸香是被抹香精排出体外后 又经过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海水浸泡 最终形成了名贵的龙咸香 而那种坚硬的角质物质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发现 它们竟然就是大王乌贼的嘴部 它的嘴部与鹦鹉的慧长得很像 因此也被称为鹰嘴 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 一下子就让生物学家们获得了 大量的大王乌贼的研究标本 因为抹香精的数量是极多的 而且全世界都有捕金船在捕杀抹香精 每一头抹香精的胃和肠道里面 几乎都能发现这些无法消化掉的鹰嘴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2009年的一篇报道 法国此则生物研究中心的伊夫谢雷尔 详细分析了三头抹香精 胃部的角质化嘴 他发现这些嘴部分别来自 19个不同的物种 其中有17种是乌贼 就包括大王乌贼 这些发现证明了深海投足类动物的多样性 在深海中生活着大量尚未人类所知的大型生物 而大王乌贼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种罢了 通过对大王乌贼鹰嘴的化学成分的分析 就能反映出他们吃什么 以及在哪里吃 鹰嘴中碳石山的水平还能告诉我们 他们生活在多深的海域 研究证明大王乌贼生活在极深的大洋底部 深度可达3000米 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深度 更有意思的发现是 过去人们总是发现 抹香精身上伤痕累累 不知道是被什么生物弄的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抹香精在深海中与大王乌贼 经常展开惊心动魄的厮杀 抹香精一般体长20米左右 而大王乌贼也能长到十多米长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两种深海中的庞然大物 他们互相追逐一命相夥的场景 那肯定是极为震撼的 生物学家们从抹香精身上的伤痕 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的惨烈场面 不是抹香精把大王乌贼给吃掉 就是大王乌贼用醋碗 把精的喷水孔盖死 使巨精自吸而死 可惜呢 虽然有人声称看到过这种厮杀的场面 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出现过影像的证据 很多海洋纪录片的导演 他们从做梦都希望能够拍到一场 精贼搏斗的场景 只是别说是拍到这种罕见的奇观了 就算是想拍到一张大王乌贼活体的照片 那都是极为困难的 在哈维拍下那张著名的大王乌贼的照片后 128年中 竟然无人能够拍到一张大王乌贼的活体照片 直到2002年1月15日 在日本的赖户内海 人们首次拍摄到了活着的大王乌贼的照片 那是一只被绑在码头上奄奄一息的大王乌贼 人们在前海区域发现了它 但是很快就死亡了 好运气出现在2004年的9月 日本科学家在小丽园群岛 捕捉到了一只大王乌贼的全貌 并且用照相机给记录了下方 这只大王乌贼长约8米 科学家们用鱿鱼做诱饵 牵引着鱼线吸引着大王乌贼 在北太平洋水下900米处 抓拍了超过500张照片 由于大王乌贼是被鱼线的钩子勾住 还损失了两条最长的触手 这是人类第一次拍摄到在水面下活动的大王乌贼 2013年的1月 日本NHK电视台和美国的探索频道 首次拍摄到了大王乌贼在深海中游动的景象 根据报道 拍摄小组呈潜水器下潜到北太平洋630米的深海中 在那里 他们拍摄到了这只长3米的大王乌贼 不过这对于大王乌贼来说 最多只能算是一只婴儿级别的小王乌贼 他们随后又跟踪乌贼下潜到水下900米 最终这只大王乌贼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这是世界上首次深海拍摄到大王乌贼的动态影像 到今天为止 人类对于大王乌贼还知之甚少 甚至连大王乌贼到底能长到多大 也还在争论不休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 发现过的体型最大的大王乌贼 长约17.7米 重约一吨 至于大王乌贼的数量 种群分布 兽物 繁殖规律等等 这些依然都有世界未知之一 然而你可能没有想到 大王乌贼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深海无脊椎动物 在大王乌贼被发现的两百多年后 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神秘的巨型深海动物 它是什么呢 咱们下集揭晓答案